這是人愛市場 今天有一個地方有電梅可以躺在二樓的冷氣房 二樓就是有名的美食公場 不過現在是在準備的時間 當然大家都很好吃 今天特別要來找外南的美食 這間叫做小紅越南美食 佛婆老闆說外南味就是牛肉和盆的藝術 老闆有告訴我他們的盒粉當然都是外南進口的 既然是進口的 這樣就是經過堅守的過程 所以如果是乾燥過 當然口感到現做的都不一樣 那這個什麼麵 他現在拿那個是什麼麵 洋春麵 那你不是吃海鮮麵嗎 你說他用什麼麵條 他告訴我他用洋春麵 他怎麼不是用河粉 用洋春麵的麵條 有另外海鮮河粉 那個是廣東麵嗎 洋春麵 那是洋春麵而已 越南有洋春麵嗎 越南有洋春麵嗎 沒有 我是這份賣有說台灣人要吃的 台灣人在吃的 越南有這種麵的 越南只有河粉嗎 沒有 現在很多 以前沒有 小菜也是台灣人的小菜 豆干 所以剛才說起來 他現在就是台越混血的越南美食肉 喔 他這碗河粉的牛肉 跟滾河都是 會放高森塔的河粉 這樣知道這個老闆一定是從南越來 因為北越的河粉不是這樣做 當然就是外南湯才知道 這南北的茶葉就是在這裡 這碗叫做牛肉河粉 那麽有一個問題 就是外南人也有做產的人 他應該會吃牛肉 外南人的吃牛肉跟台灣人的吃牛肉一樣 外南人是受到法國食物的關係 台灣人當然是受到日本人的食物 所以的吃牛肉當然都是受到 外來正款的影響 外南人的海鮮麵 他用台灣的米來做 海鮮麵有著台灣的海鮮 加到台灣的米下去做 這樣不是叫做台灣的澹菜米嗎 海鮮麵有著台灣的海鮮 加到台灣的米下去做 海鮮麵有著台灣的海鮮 海鮮麵有著台灣的海鮮麵 涼拌米線 原來這段是台越混血ABC樓 海鮮麵